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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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魚殿堂 我是AD 我是Edan 今天來到這個地方是朋友 一個釣魚大師介紹 來這裡可以釣到 蠻不錯的魚種 那可能這是一個 淡台交界的一個 出水口的砸門的位置 那所以我們今天就來這邊 試釣看看,看今天的釣況 是不是如同 之前所講的 乾乾必種 接下來我們今天也是有邀請到一位 就是也算釣魚大師 他是專攻潛打的部分 那對這些野野場的部分 也是有蠻 相當不錯的認知 那我們請他來介紹這邊 這個區塊的魚種 那現在邀請 這一位是我們的阿虹大師 那在於今天來到這個點的話 我們來介紹 這個區塊有什麼 特別的魚種或者是大魚 什麼的 這邊的區塊的話 以前幾年來看的話 因為好久沒過來 就是今年過來這邊看一下 不過因為昨天 下來一場蠻大的魚啊 所以水有比較左一點 再來就是說 這邊的魚種的話 有五郭 還有黑宮 再來是淡水 還有海水的交界處 所以只要漲潮 基本上漲潮的話 魚進來的話有黑格 還有鱸魚 海綿這樣 所以應該魚種也是蠻多的 豐富 然後都可以來試釣看看 所以我們今天就約了 一票朋友 我們來試釣看 今天可以釣到哪些魚種 好 那再來就是說 那我們今天 那個阿虹大師的話 我們是 現在是採用什麼樣的耳料呢 然後試試給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採用的話 就是 我們釣的 如果以這邊的話 就是以這邊的水清 這邊的話 以這邊的當地 當地救濟取材的青苔 還有青苔專門就是 釣魚 無郭 或是黑宮 這一類的 還有如果你想要釣蠻瓜 或是一些 比較屬於海魚的話 沒有 那可能就用一些活蝦 或是耳料 來來華君在教學 太深了吧 小悠 華君在教學 那個怎麼釣蝕龜 對 這是釣蝕龜的釣法 你確定 他綁 你不自己綁嗎 我來好了 哈哈 我來我來 我綁 他也說我釣越遠了 對啊 不是 我是怕說 經過他綁了之後 這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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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真的 這真的 超遠的釣法 他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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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看了一下大家那個 窯況很冷清啊 因為水太佐了 可能用的 今天用的這個水草 找累的他不吃 那現在大師換了一個粉惹試試看 海邊怎麼可能會賣蝦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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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宜蘭這邊 現在是 戰鬥二號 還有蝦粉 再來就是 蝦人 現在非常的熱鬧 越來越多人了 但是 目前還沒有人中雨 水面上魚真的非常的多 對 赤龜大師啊 他現在釣中了一隻 呵呵呵呵 不是很大隻的 花生 你看嘴還不張開 好不好 好 看來吞肚了 現在我們轉移了一個陣地 因為那邊可能下雨的關係衰衰 也太濁了 所以魚不太會吃了 所以我們改來這個比較靠近 外海部分的閘門 然後來進行一個做釣 剛剛有先試釣一下 還蠻多花生的 欸 等到 這邊釣魚是可以釣到花生喔 花生還不錯 那我們現在就來正式拍攝 進行看看整個釣況如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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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所謂的花生,不是頭到花生 花生雞魚 蠻漂亮的 不過這個也要小心 好像他的臂子,臂子到腦袋 漂亮 漂亮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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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下次见